在杨米和张冰冰领行主演的暴风眼中 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 劣质听命于外国大佬杰弗里的乔西川 已经有了背叛他的心 让他有这样改变心意的事情 可能是周恋的死 也可能是自己不想再被利用 成磊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还是想在个研博览会上托取技术 还好被国安人员及时识破 但动猛在抓捕成磊的过程中 不幸遇刺 成磊在混乱之中再次逃走 国安人员因为杜猛的死 一下陷入了相及的状态 但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因为如果一直一举不争下去 根本不能为杜猛报仇 还让凶手继续向往法外 他们在此制察到成磊之后 便没有选择直接抓捕 因为他们想要靠成磊 站出藏在整种事件背后的杰弗里 现在的成磊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接下来有交易的话 杰弗里很有可能亲自出面 乔西川原本的生活很是富裕 但在他20岁的时候家里破产了 他便被人带进了劲敌组织 现在的乔西川 已经不想再被杰弗里控制 看到安静后 直接把事情说了出来 当年安威是被樊德伟开车撞死 安威就是安静的父亲 但这并不是乔西川的本意 原本他只是想教训一下安威 但不曾想安威直接离世 安静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头脑清醒 对乔西川说 帮助保安人员抓住杰弗里 乔西川曾和杰弗里的上线沟通过 靠着回忆赫子轩大致地作出杰弗里上线的声音 拨通杰弗里的变化之后 便离他抓紧时间交货 要不然耽误了时间很严重 杰弗里一停射上级 便和程雷展开了联系 表示自己将亲自去取货 程雷和杰弗里商量后 他就准备好了背后 程雷走之前把镜子都打碎 房间也很乱 管人员强烈怀疑程雷是不是安装了炸弹 这时秦天和宋局下达命令 准备直接抓捕程雷 安静后马上知道后觉得很是可惜 因为如果心解出手 很容易打草惊蛇 但相信杰弗里肯定还会露出马脚 安静想着正好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心情启动万分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